尤其是在运线盘上面 大线小线流年碰到 都会说你今年不错 你的这个十年官运不错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我有三家会非常非常好 可是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来跟大家讲 你在学习命理的时候 常常会不小心踩到的误区 我们很多学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真正的掌握可以推算命盘 当然我们努力在做这事情 一直在得到成效出来 这个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们希望要大幅度的推广 让大家越来越了解 越来越了解神棍就越来越少 然后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大众的知识 当它变成大众知识的时候 它就会越来越进步 这个是我们学会努力的目标 那当然你真的有兴趣 想要把这门学问变成是 你可以长久自己使用 甚至于变成可以开业 那欢迎你来上课 我们会有完善的培训制度 助教制度 然后有包含你未来要开业 我们都有一些辅助的制度 那如果单纯的只是觉得自己想要研究的话呢 也在课程中间也会比较有逻辑跟系统的去学习 那我们今天来讲 那盘上面大家都很想要听到什么叫做三级家会 这个家有另外一种写法又很显成这个家 家人的家 那为什么叫会呢 斗数盘把它当成是 把一个人当成是一个小公司 指挥斗数盘上面呢 我们会看到到从命宫到官入宫到财宝宫到对宫 刚好划成一个三角星 像这样划成一个三角星 那个箭头 我如果命宫在这边 然后我的官入宫就会在这里 我的财宝宫就会在这边 我的牵引宫就会在这边 刚好可以划出一个三角星 然后再加画一个箭头 这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命宫是董事长 迁宇宫是总经理 官入宫是营运主管 然后财宝宫是财务主管 四个人坐在一张会议桌上面开会 所以所谓的会 指的就是要在这个三方市政之内 要在这四个格子之内的才叫做会 所以什么叫三级家会呢 三级指的是什么 三级指的是画路、画权、画科 画路有的时候路纯也可以 有时候路纯也可以 这三个主持起来叫三级家会 所以我在我自己的命财官 然后或者是迁移上面 碰到路权科 这样子叫做三级家会 那我可以这三颗都放在命宫 也可以三颗都放在财宝 也可以三颗都放在官入 我也可以三颗分布 我也可以两颗放在命宫 一颗放在财宝 这样子全部都算 加码一个还有所谓的双路交池 那就是 画路或路纯 或是两个都是画路或是两个路纯 刚好在一条线上面 在譬如说在财福线上面 在命签线上面 在这个工位跟对工 这样叫做双路交池 也可以 这样子一般都被视为说 你可能事业工作 各方面不错 尤其是在运线盘上面 大线小线流年 碰到都会说你今年不错 财运不错 然后是你的 你的这个十年官运不错 等等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哇我有三家会非常非常好 可是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 其实 并不是这个样子 大家都知道吗 一切就是那个Bud 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这时候呢我们来看看 这个三级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路 以画路或路纯来讲 路纯叫做陈旺祖星 把祖星好的部分拿出来 画路呢叫做因为这个祖星的特质而增加出来 它都是属于 让公位的能量 发挥出来 让公位的力量发挥出来 让东西增多这样的概念 而权呢 权是一种掌控跟掌握的概念 那磕呢 磕指的是 是出现 拿出来 名声 或者是展现出来的概念 这三级 如果我们 以这个人的事业来看这件事情 我如果要赚钱 造成工位的东西会多出来 对不对 那你希望 这个画路或路纯要放在什么地方 关路工吗 工作多出来 这样好不好 当然啦工作多出来有的时候你薪水会多 但是 但是很多时候都不会 对不对 我们最好就是 钱会多 然后工作会少 然后 又有名 对不对 钱多事少离家境 然后那个 声名又远播 这样是最好的情况 所以 画路或路纯 是不是在关路工会比较好呢 我当然不能说它完全不对 可是它一定是放在财博工会更好 钱会多出来 对不对 那我钱多出来之后呢 再来看画权 那画权 叫做掌控 掌握 我掌控金钱掌握金钱是不是很棒 当然很棒 这类的人想要掌控金钱掌握金钱的人 通常会去创业这当然很好 可是我如果只是我要掌控金钱 可是我不见得赚得到钱这样有用吗 这样当然没有用 所以 我如果画路在财博 画权也在财博 那这非常好 我单纯画权在财博 那我就需要担心 因为可能只是掌控而已 掌控跟拥有差很多 譬如说 你老公的钱都被你所掌控 你是那个富奇工画权刚好 那个非画到你老公的财博工 你老公都让你掌握钱 问题是他一个月才赚5万 5万通通都给你 不太够用 所以说 露跟权要放在一起 它有效果 那在财博工 如果 他没有画露或露存 那这个画权的效率其实 不太大 所以呢 画权要放在什么地方 或者比较好 一个人事业要发展 跟一个人 工作要有成就 这个画权 应该要放在 关露工 或者放在命工 掌控自己 而且有决心 然后放在 关露工 他在工作上可以掌握一切 那画科呢 画科 画科叫做名声 发声 展现 我在工作上面 有名声有展现 是不是很好 原则上不错 原则上不错 所以我们常讲说 你要 考试要过关 要升官 要能够 有一个好的地位 那要画科 在关露工 在命工可不可以呢 命工当然也可以啊 我是一个有名的人 我呢 会在乎我自己的名声 这个当然是不错的事情 但是在财博工呢 财博工 是不是 钱 会出现 钱会 拿出来 钱会 变成名声 钱会展现出来 我拿钱来造成我的名声跟展现 这是要花钱的事情 花科 可能就不太适合在财博工 所以 这三集你要看他放的地方 放在迁移工怎么样 迁移工也还不错 比如说画路放在迁移工好不好呢 如果说你今天做的是业务 那放在迁移工还不错 因为迁移工代表是你的人际关系跟人缘 那当然也不错 所以他要放在对的地方 如果不是放在对的地方 那不见得是一个好的事情 甚至于 还要对的星耀 譬如说破均画路 我因为破号而产生出来的 好处 破号而产生出来的好处 我如果放在财博工 我可能因为要卖掉东西 然后才能够得到钱 那 这样是不是一定很好呢 这就不一定了 我可能买一台车500万 卖掉的时候 剩200万 那我等于是破财 OK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实际在看这些 组合的时候 你都要去想一下他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用根本的原因去想 他所要诚信出来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 要去了解背后的原因 如果你不了解背后的原因 你单纯的只是 我希望他 有三级家伙硬去凑 那凑出来的东西往往 会不如你的预期 这就是我们会看到说 有人看起来很有名 方鲜亮丽 可是 实际上他并没有赚那么多钱 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他只有化科在命工跟财博工 甚至 就是财博工 只是 虚有的名声 不见得真的赚了钱 那现实的情况必须要 你的名声 你的权利跟你的收入 要完全的附和 那他就可以彼此相得益彰 否则他就是个虚假的事情 那这样的观念 除了命财官 迁移 放在命工上面 可以这样论之外 放在其他工会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 当然也是如此 比如说富弃工 画科 画禄还是画全 当然是画禄 我的感情缘分桃花很多 那时候是画科 好看 很多人想要追我 但实际上没有 那时候画全 我想要掌握我的感情 我掌握我的感情 是不是表示我感情一定会好 其实不一定 你要看看 你有碰到 会想要被你掌握的人 OK 总之这个是 我们会陆陆续拍一系列 告诉大家说 有一些 命理上面很基本的原则 那这个原则 掌握好之后 你在对应星药 再加上一些 多看我们的影片 就可以慢慢把命盘 掌握得比较好一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希望 要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越来越多人学 越来越多人知道 然后好的命学 就可以越来越进步 神棍就越来越少 谢谢大家 当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跟其他老师很不一样 通常不会去 背古书 或者是聊到一些 古老的那种传统的东西 通常上课就会 结合 直视 然后就是 会很强调 逻辑的推演 然后跟理性的思考 这样 那我学完之后 了解到自己的命格 特色 然后跟自己的专长 或者是未来运现 会发生的事情之后 我反而 觉得没有被框架 反而是你更有 自信跟勇气 去 突破框架 然后去 突破现在的 状态 因为你会知道说 上天赐予你的真正的能力是什么 然后你的优点是什么 你跟别人的差异性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我是更有自信的